师父啊 就是这位同修啊 他不是9月2号吗 梦中观地菩萨 就是说他梦中嘛 观地菩萨的香炉 将开始打卷 一圈一圈的盘着 就是说 他梦中就这样语意 就是天往灰灰 疏而不漏 随即观地菩萨开始到 说 这佛菩萨名义敛财者 以及破坏佛法 佛规诽谤者 将会受到严惩不待的果报 任何人不得为之求情 他要抑制我们的师父 也不能为他们求情 因为菩萨制造师父 制造我们的卢君洪师父 大慈大悲 有时候会为之求情 但是他们借佛敛财 破坏佛法 藐视佛规 侵视僧侣 欺骗佛子的善良成亲 以此为为非作戴 实为十恶不赦 下地狱的为亲 永不得超生 坐无间地狱 反之 护持正法 传承正法 传递以正能量者 得诸佛 护持 隆天护法 保佑护法 观地菩萨 继续对弟子说到 悟 为之护法 去把观地菩萨宣 师父 这个梦 我觉得 这个观地菩萨宣的话 让我们感动的就是 我们的师父也为他们求情 因为 菩萨 知道师父的 我帮很多人求 我帮很多人求 我每天都 菩萨每天 我都要帮一些 快要死掉的 包括有一些人犯罪的 有一些人协议 已经是公修会的负责人了 还在协议 好了 马上进医院了 所以这些事情很麻烦的 所以你必须要 必须要 必须要自己脑子要清楚 有时候 替坏人求情的人 你会损功累得很大的 师父 那你为他们求情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怎么说 师父 菩萨就问我 你知道他们的夜报吗 你知道他们的罪孽吗 就问了这么一句 师父 你现在真 你就是这样 我每次求嘛就 我每次求嘛 菩萨就这么讲呀 他这意思 菩萨根本用不着讲后面 你如君弘 替他们求 你知道他们 犯了什么罪吗 就这句话呀 现在明白了 师父 您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种 严厉的慈佛 既严厉又慈悲 所以我没办法 你才就受了伤了 你又去求 对呀 妈妈要骂 骂完了之后又心疼他们 心疼他们之后呢 一求嘛 我又损功累得呀 没办法 师父 您那一定要保重好你的身体呀 这样会很伤你的元气 师父 所以 有时候我 所以我为什么 请愿 没 请愿 所以你去问消防队 消防队讲一句话 防火 比灭火 重要得多 对不对呀 对 有一个同修梦到 在教室里 师父给大家上课 师父讲话很严厉 但有批评的语气 教室里有一部分佛友 因此起身 起身 离开教室 不休了 师父 师父在台上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非常难过 伤心的一句话 也讲不出来 望远越穿地 看见那些佛友 走出了教室 师父心里面 很希望那些佛友 不要退转 从来没有见过 师父这么难过 同修梦中看到 师父的那样子 很心疼师父 有一位佛友 冲出教室 对那些离开的佛友 大喊 梦中喊得 原话记不得了 大意是告诉 那些离开的佛友 师父那样讲话的用意 那些离开的佛友 没有理解 师父的用心呀 师父 这个吗 嗯 是啊 现实当中也是的呀 离开师父的话 师父会很痛的呀 对对 这些惠命没了呀 他自己去乱来了呀 怎么会不痛啊 离开我五六年 六七年代 我都会想起他们 我都会心里很痛啊 我前几天在讲一个弟子 就是因为当时 没有去劝他 他串不了的话 你要告诉师父的吗 他没告诉 我讲起这个事情 我还在痛呢 所以 每一个人的惠命 最不能丢失啊 大家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明白 谢谢 谢谢师父的 此离开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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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